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首先 我希望今天的整個氣氛不要太嚴肅 因為我看了很多這個節目 然後講到都會是一些比較沉重的 好像這樣 然後問的問題好像是 你一輩子都命題的這樣 但是我先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給我掌聲 我叫劉德華 我不知道你們是從哪裡開始認識劉德華 從九零年代開始認識劉德華的有誰 那最近才認識劉德華的有誰 還好 那80年代就知道劉德華的 你不像那麼老啊 首先我想講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我認為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 劉德華是哪裡出來的 懂嗎 知道嗎 我在哪裡出來 媽媽媽肚子 媽媽肚子 我是從爸爸那裡 1961年 我在一個農村的地方出生 那個是叫大鵬 香港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久的一個地方 我在那裡是一個 我真的小時候我發覺 我是很有錢的 我家裡有孔雀 我家裡有超過二百隻的豬 有我數不盡的鴿子 然後我們還有很多地 我看過很多很多年輕小朋友 沒看過的東西 我從小就知道有電視 我從小就知道有 open view的那種磁帶 我都長受過很多很多好的東西 結果有一天 我爸爸我六歲的那一年 他帶我從農村到了城市 他希望我們可以接觸一下外面的世界 結果爺爺他不開心 他就覺得我爸爸不是一個很怪的小孩 結果家裡分家產的時候 我爸爸沒有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住在一個地方 在城市裡面有一個叫 鑽石山的地方 鑽石山那個地方是有很多很多 很貧窮的人住在那裡 那個地方都是木房子 為什麼他叫鑽石山 是因為所有人住在那裡 都希望自己住的地方 比較 比較高檔一點 所以就改了鑽石山這個名字 我爸爸是消防員 知道 知道 但是你知道嗎 因為木房子 我們每一天都面臨火災的 機會 我們每一天都要記得 我們的那個身份證放哪裡 如果有佛災的時候 我們要儘快進去拿了那個身份證 就逃 結果真的有一天 我那一年大概十一歲 我家裡真的因為火災 我們要離開了 我們離開了我們住的地方 然後等了很久 等了大概有一年 一年的時間 爸爸就跟我們住在一個 臨時大的房子是政府給我們的 然後等了大概一年 我們可以 換來有一個石頭的房子 我們住在那裡 我們每一天 每一天為自己的生活 做了很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一直到我 80年我參加了訓練班 結果一年之後 我表現得非常好 結果我簽了無線電視台 那這一段 簡簡單單的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感覺一下我的過去 現在我 今天我做了一件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我從來沒試過那麼緊張 我真的我想了很久 請我來做一個我從來沒做過的事情 我能有什麼東西給你們 我回去真的想了很多很多 我想有一個 有一個 問題問大家 今天你們覺得 劉德華成功嗎 謝謝大家 提下的掌聲 劉德華是被一個 所有的媒體神話的一個藝人 他情分 他努力 他不會幹壞事 他可以不吃 不眠 不喝 光是呼吸 就可以活到52歲的人 但是今天 我很希望很希望 真的很真實的 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其實我是一個普通人 我覺得 我也會緊張 我也會 因為 講事情 講到自己心裡 不那麼穩定的時候 會出現有一些 講到不好的狀況 但是今天 我想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正的劉德華是怎麼樣的 想一想 我覺得熱喔 我不會拖 你不要 我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失敗的 好不好 好 一九八一年 我剛剛踏入演藝圈的一個訓練班 我那個時候 已經有一個 在一起的女朋友 三年多了 我認為 我要為男人負責任 所以我很拼命的在 我的訓練班 我做了很多事情 不管早上九點鐘開始 我晚上還要練跳舞啊 翻跟斗啊 很多很多這些事情 忽然間有一天 我接到一個電話 這個電話 就是我已經 四個月 沒見的女朋友 她就告訴我 你能出來一下嗎 我說為了你 我一定出來 然後結果 八個小時之後 我才約到她 她約了我在香港 一個非常浪漫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山頂 從那個地方看下去 你會看到很 很美麗的一個香港 但是我還沒有機會 去享受這個景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我們分開吧 我那個時候 我覺得為什麼 我沒做錯什麼 我還沒有解釋之前 她就離開了 我就一個人 站在一個非常浪漫的山頂 我慢慢往山下走 一步一步走到一個公車站 然後從公車站那邊 一直等 一直等 一步過了 兩步車過了 三步過了 我找了一步 沒有那麼多人的車 我上去 我坐在最後一排 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結果會這樣 車往前跑 我的眼淚一直往後走 有沒有 眼淚一直打那個玻璃 啪啪啪 前面就幾個人 他們還沒有回頭 我就把眼淚擦乾 然後看到 看著我的時候 我就說看什麼 看什麼 就這樣 我就是看到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的初戀失敗了 因為這個失敗 我反而很集中在我工作上面 結果 我迎接我第一次的成功 我拿到了 我第一次當男主角的機會 我成功了 但是成功真的 有很多種 我記得 1985年 我那個時候已經拍完神雕俠影 然後我很希望 那個時候我看到 有成龍 有周人發 他們在電影上面 已經發展得非常好 我很希望有機會 去拍電影 那我就跟公司說 我可不可以每一年拍一部電視劇 其他的時間給我拍戲 他們說不可以 我真的去選擇 我選擇了沒有留在電視台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群人 比如說是他 他或是他 他就跟我說 劉德華 你這個選擇太失敗了 但是每一個人的選擇 他是從心而發的 我就跟著我的那個方向走 一直走一直走 結果 我碰到法外琴 我碰到望角卡門 哇 你哇的那麼假的 我碰到天若友情 那結果同一群人 就是你啊 你啊 但他還有他 就說 劉德華 你當年的選擇 太成功了 其實成功真的誰說了算 沒有人知道 但是你要記得 成功不是只有一種方法 我離開了電視台 我在外面 不停地拼搏的時候 有一個人留在電視台 而那個人就是梁朝偉 今天他的成就 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一定要記得 找一個最適合你們自己的 千萬不要胡亂的 去copy人家成功的例子 一定要想清楚 荆轲你知道嗎 他刺秦 成功還是失敗 秦王他統一 成功還是失敗 對你要做誰 你要做誰 做秦王的舉手 做荆轲的舉手 真的成功不是自己說的 是歷史說了算 也同樣 喜歡我的人 他會覺得我非常成功 為什麼 因為我事業做得非常好 我家庭非常幸福 他說我是成功中的成功 對不對 請鼓掌 不喜歡我的人說 這個人 事業你看 一步好一步不好 一步票房這樣 一步那個爛片 他運氣 然後他為了虛榮 把家庭就擱在那裡 然後所有他的家人 都活在一個 硬滿裡面 他們說我 失敗中的失敗 我無所謂 我覺得 懂我的人 他一定知道 我怕什麼 我怕什麼輸 不爭 那是一種 慈悲 不聞 那是一種 智慧 因為 那個是一個 心態上面的問題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他就一直跟我說 欸 我很喜歡范冰冰 麻煩你介紹給我認識 我說對不起 我留的話不幹這種事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有一天他就告訴我 他認識了范冰冰 他還約他到外地旅行 結果我說怎樣 我成功了一半 我說欸 那麼厲害 怎麼樣 我去了 他沒去 我就覺得這種性態太好了 我們應該用一種非常快樂 非常正的能量 去面對所有所有的事情 但是成功的人 通常非常討厭 特別討厭 我見太多了 他們自以為是 他們就會告訴你 我要做 最真實的自己 就以為自己的缺點 也是真實的一部分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你有靈性的話 我們是可以透過 後天的努力 把缺點改掉 到那個時候 你就會是一個 既成功 又可愛的 成功人士 很多人會告訴你 我們要赤裸裸的在進 前面 每一天早上我們對著他 我就問他你是誰 博士劉德華 你有辜負過你自己嗎 你有違背過你自己嗎 你有欺騙過你自己嗎 每一天都問一次 然後清醒了 清除了 洗一把臉 乾乾淨淨的臉 然後走出去 跟你家人 然後給他一個 微笑 給你鄰居一個微笑 給在街上的陌生人 給他們一個微笑 給那些 失敗的人一個微笑 到那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這個世界 是充滿愛 如果這個世界充滿愛 我們所有人離開成空 還會圓嗎 不會 有了愛 就算你失敗了 你跑到街上 也會有人給你一個微笑 他們會鼓勵你 這個世界 成功的人 一定比 失敗的人 少 你要記得 只要我們這一群失敗的人 能夠團結 我們一定可以 跟那些成功的人比一下 今天我真的非常非常幸運 有機會在這裡跟很多很多年輕人 分享我這一種感覺 然後未來如果你們碰到 如果你們碰到有什麼問題 我就在這兒 你們希望得到的 安慰或是微笑 我都可以給你 但是要記得 好好的照顧自己 才會有好好的未來 麻煩你們給我一個微笑 麻煩你們給我一個微笑 麻煩你們給我愛 今天我可以很大膽 想地告訴你們 你們看到的 就是真實的劉德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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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